昨天晚上在这个大森林里面睡,还是挺安静的 啥也没有,有啥野生动物,根本就啥也没有听见 大家好,我是茶堂哥,冬季徒步感受更何的极寒天气 本来我是想找找的起来,在这大森林里面看一下日出的 结果今天的天,阴天,没有看上 没看就算了吧,出发吧 全是白花树啊 看这边也是 东西也都收拾完了,贝贝,咱们走啊 今天寒天走个三四公里的上坡 这边这整片全是白花树了 而且都在路边,千万不要下啊,千万不要下 我再有两天就到二三了 这天又阴了,白蛹家的黑蛹 其实现在这个野生动物啊,它这个路上有车 一般是不会来这路边的,动物也有动物的领地 我在这发现一个小房子,不知道有没有人住啊 看这个小房子,也不知道这个小房子是干啥的 是不是护灵防火的人住的 还有板凳 这里面的雪啊,基本上就不挂了 但是这雪还不厚 我身后就是大型安岭啊,全是树木 应该是 还有一个毯子 还有一个,这是一块瓷砖,凳的一个桌子 嘿,这房子好,铺的皮 这应该是护灵防火做的零食 我这一路走上来,在路边搭这个棚子的还很少 这专门有一条路 这不是那个国道,国道是在那里 这是一条土路,应该他们开车熊熬熬 这是不是又是一个景区呢 贝贝,过来,过来,走 咱去看看景色,不要老在那路上走 哎,后面是雪 看这草堆,这都是卖的啊,应该 不是给牛羊吃的应该,要不它不会有这么多的 这草打得好嘞 我看见这草里面,也没有那啥,也没有土质啊,啥的 还是这金黄金黄它 看这草干干净净的 这打得好嘞 这是卖的,谁家牛羊没有吃的 就可以买了,就可以来买点这 这草打得好嘞 都是这么一尖,不用切 都这么短 看看这边的风景啊 这边的白花树啊,长得不是太大 秋天来的话,会很好看的 哎,不是,夏天来的话会很好看的 根是白的,烧是红的 加点那个,配点那个小松树 过两天全是遮雪了,满地的遮雪 我走的这个季节啊,上不上是下不下 夏天来一定也漂亮 再过两天晚点 这个大森林里面,下点雪也漂亮 现在是,树也枯了,雪也没有 这尴尬不尴尬 剩下陪伴我的美景只有多庸多庸,加多庸 就是不多雪啊 背背,你能不能慢点,你跑那么快 我明年换个自行车,看你比我跑得快不快 不要跑嘛,你慢点走嘛 但那我是跑 这红的,应该是红柳子 就这么一点点雪 覆盖不了我激动的心情啊 野生动物出没 注意行车安全 这几个字啊,一路上都有提示 这大庆岸里面还是有野生动物的 但是唯一一个好的就是啥 应该没有攻击性的大动物 像狼呀,熊那些应该是没有啊 一般有的话 这个路牌账 都要提示的 所以朋友们,你们出来旅游的话 一定要注意这路上这些牌子啊 要是有标记 那个熊的标记啊,这些标记的话 正面这个地方就有那些动物它经常出没 但是你不一定碰见 一定要在这些大森林里面走 无人驱走 一定要注意这个牌子 以警戒 大家提高一下警觉 像这种提示的话 应该是没有大响动 再一个就是不要 擅自远离这个马路边 一般的野生大动物它不会上马路边的 它都在大森林里面 或者是大山里面 如果你一个人 独自闯入这个大山或者无人驱里面 就是会碰到一些野生动物 就会涉及到咱各生的生命安全 一定一定要切记啊,朋友们 老人家 就是它在区域里面 有没有卡爱 好了,可以吗 这些是什么 很严重的儿子 跟老人家说 他就发现个啥 猫头鹰 猫头鹰 你咋死这儿了 我看看这儿给你找个地方啊 找个地方把你埋这儿算了 哎呀,这地跑不动 下面的石头 咋死我啊 我再煮一片 我再煮一片 雞片 一片雞片 我再煮一片 這次是烤火 再煮一片 炸火 油 炸火 这天气适合徒步,不冷不热,周边全是满山遍野的白滑树 我现在走的已经麻木了,眼睛也麻木了,腿也麻,眼也麻,耳也麻,就是嘴没有麻 因为嘴麻了就坚持不下去了 我不知道这个白滑树这个大森林,啥时候来看这个风景是最漂亮的 反正我现在看见都是灰呼呼的 再走一间,咱就不走山山遍野国道了 要往302国道里面拐 要惊到哪儿了,阿尔塞了 阿尔塞,再有一公里啊,它就拐了 这就是阿尔塞的风景啊 白化树,下白上红 翻唱的白油马路 唯独可惜的,不是蓝天白涌迎接我 是乌庸密布 是不是贝贝 你又跑那么快 你就不和我相跟上 你就不怕我,你一会儿掉头回来是 诶,茶汤哥不在了 哪儿啊,让狼给叼走了 啊 你怕不怕 好吗 你怕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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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我怕不怕 你怕有什么吗 我怕不怕 你怕不怕 你们啊 你怕不怕 好,天也快黑了 我也终于走到这个岔路口了 从这直上是331国道 往右手边拐就进了302国道 就是往234走的方向了 咱现在要暂时离开331国道一段时间 因为咱要进234 贝贝,高兴不高兴 咱们又到了一个市区了 你说他一天跑多少岩岩路 你说他一天跑多少岩岩路 他咔咔走前面了 看了看我不在,我一叫,他咔咔又跑回来了 你慢慢地跟我走 这比我酸让他还走的路多 是吧 阿木古狼23 又跑到没影了 贝贝 你这天,我这水也没喝,喊得我嗓子都疼的 一股不转眼你就跑内来了 看车啊,看车 不要往回来走了,往前走 就要往前走 天又黑了 找不下地方 而且这天好像飘开雪花了 但是那边的铁好像是 那边的铁好像是清出来了嘛 这铁怎么泡有雪花的 还是山里面 到不了23了 23还有十来公里 我看见这儿有个地方 这不知道行不行啊 这个门啊锁的 大门井锁 森林防火护理站 这门锁的,进不去啊 锁的 不行就在这儿啊,这是啥风光的 不行就在这儿啊 我那车拉上来 这啥 这才叫乱动力啊 根本不用油 以前吃挂面还行啊 现在挂面也不烤了 不管多难的 条件啊,一定要做手擀面啊 争取今年去更河零下40度也做手擀面 那就相当完美了 今天是饭太多了 我靠这么一大瓶 这是昨天给饿傻了 这么大一瓶 这个东西不行 这个都行,这个低 改名状有点低 不改扣了 扣了,今天晚上脚也不用碎了 你够在外面看着那 狼呀,虎呀,豹呀 熊呀,你看着点啊 他们来了你就先上 然后我就赶紧关车门 你就和他战斗 等你把他们战斗跑 然后我就出去 嗯 哎呀,你妈妈妈 你一盆我一盆啊 你一盆我一盆 好好吃饱啊 过来 贝贝 贝贝 过来 贝贝 下面不得握一下 越来越来越来 上 上 去里面 握一下 不开 行 再走我把这肉给拿出来 你帮这肉里边怎么碎 你看碎着了 碎了啊 我去车上 行吧 今天天冷啊 我哪个去 今天气温又变了 零下十八 十三度了 今天零下十三度 明天零下十二度 后天零下十四度 天冷了 而且我怕有血的 预告三四点有血的 所以我就把狗狗弄进来了 哎呀 洞了 开这 洞了 洞都拿不开了 明天早上不要那个东西拿不开 也麻烦了 今天这个东西也麻烦了 今天这个东西也麻烦了 今天天冷了 零下十八度了 我看了些铁区 带着手机还得在这放 用这个手机 上传那个视频里 没有网网不好 天冷了 和零下八度 把狗狗弄回 弄回车流 冷了 外面 零下两三度 那时候 没用 过两天 过两天 我也给 我一定能上来 开车里 这河气这么大了 过两天去了二二三 我整理一下车 狗狗就能上车了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 就分享到这儿 饭一吃完了 狗狗又上车了 外面它又有狗熊也不怕它了 不管它了 咱们一觉睡到明天天亮 晚安了 朋友们 拜拜 明天咱们再见